学佛人要谨言慎行 刀子嘴豆腐心 说话不好听 但是心地很善良 是为了别人好 第二种是笑里藏刀 口蜜附见 心口不一 明知不对 也说成是好的 第三种是知而不语 因为怕造口业 明知不如理不如法 也不点破任其发展 请师父开示 你这三个里面 都有点问题 都有点问题 你叫我说 在三个不好的质量的产品面前 你叫我说哪个质量好 那很难 明白了吗 第一个 学佛人教育别人 态度要好 同样一件事情 你要讲 你除了师父 我有时候 他身上有灵性 我必须很严厉的讲他 把他灵性其实就要弄走 你听得懂吗 所以有时候 我突然间叫 这孩子把他魂就叫回来 我问他叫什么名字啊 我突然间叫他 人的谁一叫 他魂就回来了 我有目的的 像一般的人在工学会里 也不要动不动就叫 明白了吗 你就算良心再好 你是刀子嘴巴 那已经是不好了 这已经是贬义词了 你再怎么斗不心 那也不行 一定要把他变成 学佛人要抠土莲花 同样一件事情 你是为他好 你为什么不能说了好轻一点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拉出去的人 要枪毙的 听得懂吗 第三个 也差不多 关起来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了 谢谢师傅开示 谢谢 谢谢 谢谢